VIPPJ 大家好! 大家看看這段影片,知不知道這位朋友在玩什麼呢? 在一個流冰場上,在推動一個比較重的物體 如果大家有看新聞,都知道了,冬季奧運的其中一個項目叫做冰壺 但大家又猜不猜到,這裡是什麼位置呢?在香港哪裏會有冰壺嗎? 歡迎來到VIPPJ的頻道,還沒訂閱我們的朋友,記得訂閱VIPPJ的頻道 在香港流冰場越來越普及,九龍區特別多,新界,如景灣也開始流冰場 港島區的流冰場就是這個,香港的太古城中心 除了流冰和Ice Hockey之外,大家有沒有想過還有其他的活動呢? 今天就是一個平日的晚上 VIPPJ經過太古城中心這個冰場,看到有些朋友來到流冰場,沒有穿到流冰鞋 但是呢,就手持一個類似掃把的物體 就不斷在一個圍著的範圍那裏,就在那裏走 像是在那裏抹冰上的流冰 VIPPJ還以為在那裏清潔 那當然啦,其實就一定不是做清潔 就是在玩一個比較少有在香港見到的冰場的運動,叫做冰壺 這個冰壺,英文叫Curling 是一個冬季奧運會的一定都有的比賽項目 那...男...比賽呢,有女和有混合的,有男女混合比賽的 那原來呢,玩冰壺都幾多這個熱身動作做的 比如剛才呢,就圍著個牆在那裏走 那另外拿個刷就推著去做熱身 那另外一部分呢,就很集中心看著中間的教練 那邊呢,就要學習推冰壺的姿勢 那譬如呢,就像這位... 姐姐那樣 那我嘗試呢,怎樣去推冰壺 然後另外一邊呢 就到一個哥哥仔出場了 那可以看到呢,其實這個冰壺就是一個在冰上滑行 就想去到中間紅心的位置 那其實冰壺有幾重呢 那Wrippy呢,搬起這支也有19公斤 那都幾重的 那冰壺呢,其實就... 那冰壺呢,其實就... 通常呢,現在奧運的項目來說 是一個隊際的比賽 那Standard呢,一隊就五個人 那有一個是後備 落場呢,就是四個人而已 那四個人裡面呢,就怎樣分工呢 有一個呢,就叫做Skip呢 就是隊長,或者做指揮的 然後呢,就有一個Lead呢,就是第一個的... 投手,或者叫做推手 那是呢,然後呢,就叫做Second 那第三個,叫Third 那就是第二投手和第三投手 那麼,那... 這麼,那麼... 那,啊,那隊長就扣了 那就,啊,一隊去比賽 那麼,啊... 那就,啊,比賽目的呢,就是輪流呢 呢,就跟這個對賽的隊呢 就推一個壺呢,去到呢 這個中間,這個圓形的紅心那裡 那麼,啊,啊 那麼,啊,越推得賣正中心呢,就會 啊,越多分數,那麼,那,啊 最後是計算分數最多的隊贏 WIPP今晚經過Silly Passer 原來沒想到 香港也有冰湖驅靈去學 很明顯這班朋友在學玩冰湖 一個教練帶著這裡有超過二十多位同學 在練習冰湖或者學習冰湖的玩法 又有這麼多人在晚上犧牲下班的休息時間走來學 想不到香港也有這麼多人會有興趣玩冰湖的運動 我們康城也有一個流冰場 暫時看到流冰和冰上曲棍球 不知遲些冰湖運動會不會帶來將軍路康城呢? 喜歡今集WIPP香港的分享的朋友 記得按LIKE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訂閱我們WIPPJ的頻道 還有留言 同一時間我們欣賞一下香港維多利亞港的美麗景色 就先到女朋友 做機械湖運動會不會帶來四小時 我們也會開業命 Mask 去美麗景色 在香港很流行去一些烏托巴 一邊喝東西,一邊看維港的景色 一個比較高的位置去欣賞 香港有頭十名烏托巴在哪裡呢? 記得來回VIPY豬仔頻道看第120集 除此之外,VIPY豬仔頻道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有趣的香港分享 例如香港的重要基建施工情況 以及它的使用方法 詳細介紹的興建、洗費、內容 以及最新的發展情況 亦會有些香港的隱世美食 時事留心即學問,多謝大家收看VIPY豬仔頻道 我們下集見 如果想看VIPY豬仔頻道,歡迎來到VIPY豬仔頻道的網頁 例如在康城的生活圈,由最近距離5分鐘內 到15至20分鐘內,附近有什麼特色的社區設施 又或者有什麼特別的最新發展 亦有主力去介紹 跨灣大橋再加一張藍田隧道 接近500英的工程 由無道友,究竟有什麼特色之處 VIPY豬仔,有超過二、三十六片 去每段時期分享一些特別要點 以及一些特別要點 記得不要錯過 如果你不習慣看Youtube的playlist 你想有個time sequence 好像Facebook 去看VIPY豬仔不同的資訊分享 尤其是關於日出康城的 有一個網頁叫做Facebook 日出康城group VIPY豬仔頻道 記得加入這個群組 有個time sequence 可以提供不同的分享 Gigi 阿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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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PY豬仔 VIPY豬仔 VIPY豬仔